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 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 跟大家聊一个突发的新闻 大陆的海警抓捕了一艘台湾籍的渔船 这艘渔船之上有五名船员 连同渔船一起被带到了大陆啊 有台湾的媒体报道称啊 这五名船员分别是啊 一名台湾籍的船长 四名外籍的劳工 也有台湾的媒体报道称 是一名台湾籍的船长 一名台湾籍的船员 三名外籍的劳工 但是不管情况怎样 这个新闻事件已经发生 五名船员连同那一艘渔船 一起被带到了不见得近江 那大陆为何要这样来做 大陆的海警到底是因何啊 抓捕这一艘渔船呢 那两岸会因为这个事件 又会发展到哪个方向 今天会借着这个新闻 一起跟大家聊聊最近的台湾岛 台湾岛未来对于这个事件 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包含那个国民党 今天会跟大家做一些预测 那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 有媒体报道称啊 说被大陆啊海警带走的是啊 澎湖西雨乡 这个竹湾村啊 大进满八十八号渔船 这个晚间八十十分啊 在金门东北角海域啊 捕捞小管时啊 突背啊 这个两艘大陆的海警船啊 靠近拍照 并强行登舰 最后又控制开往大陆 在晚间十时许 带进啊福建的围头军港之内 船上除红杏船员之外 还有一名台籍船员 及三名印尼的移工 也有一些媒体报道称啊 是一名啊 这个台籍的船长和四名啊 这个外籍的劳工啊 这个台湾的媒体啊 报道的原因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是啊 这个澎湖区啊 这个余汇总干事啊 蔡月娇啊 他说啊 今晚接获啊 以前在澎湖服务 现在调往金门海巡的人员来电通知 指称啊一艘这个澎湖籍渔船 然后在金门东北角海域捕捞小馆时啊 被大陆海警强行登检 并被啊控制押回中国大陆 为什么会要抓这个台湾的这个渔船啊 咱们从啊最平和的角度上来讲啊 大陆的海警早就说了嘛 这个执法权 然后接下来是大陆海警在这相关的水域 要进行执法 对不对 那这个执法那就不可能不查你 对不对 你有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 我当然要查 登船检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未来你需要慢慢的习惯 就跟征 就跟之前啊 这个中国的国防部 在新闻记者发布会上所表表达的那样 所谓的什么四面环台 三面环台 就这种军事上的一些行为 未来你台湾民进党 你得学着慢慢习惯 因为未来这就是个常态 那这个中国的海警 中国大陆的海警 在台湾海峡相关水域 执法 那也是一个常态 你未来要慢慢的去适应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这是从最正常的一个角度上来讲 毕竟嘛 现在是啊 中美博弈的一个大环境 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对不对 台湾海峡 什么地方 黄金的水道啊 谁控制了台湾海峡 谁就控制了黄金水道 全世界啊 这一天的啊 这个三分之一啊 还是这个这个 这个五分之二的这个海上航运的这个货船 都得从啊 这个台湾海峡来过 对不对 台湾海峡很重要 当然要把这个执法权要拿回来 对不对 你台湾的这个海巡 没有任何的专业性可言 所以说呢 你海巡靠边站 没有你的地方 没有你说话的一个资格 你在旁边看着就得了 未来台湾海峡的执法权要拿回来 归根结底 还有啊 中美博弈的一个大环境嘛 对不对 毕竟嘛 台湾海峡刚才跟大家讲了 黄金的水道 不仅如此 还有什么呢 这个亚欧贸易 亚欧海上贸易的关键点 对不对 亚欧海上贸易 跟大家重复一遍啊 从日本韩国出发向南过台湾海峡 再向南过南海 然后出马六甲海峡 奔西到红海 然后进苏伊士运河 进啊 地中海 这就是亚欧海上贸易航线的关键的一些点 大家看这些点都是最近啊 这些这几年这个重点的一些国际新闻 然后热点的一些啊 地点 对不对 红海 红海的这个穿拖鞋的那个游击队 对不对 这个苏伊士运河旁边就是以色列 中东地区 对不对 南海 那就不要说最近可多新闻了 台海最近啊 一大堆的新闻 为什么这个亚欧海上贸易的关键点 他一直都出现这种特别多的啊 这种国际新闻呢 中美博弈 大家慢慢观察 大家就明白了 对不对 中美要抢夺海权 对不对 美国现在还守得住这个亚欧的海上贸易的这条航线吗 台湾海峡也是一个关键点 总而言之吧 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执法权 中国的海景必然拿回来 嗯别说台湾海峡 南海的这个执法权 现在在谁手上 对不对 一目了然 一言便知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有实力 你才有执法权 对不对 你有实力 你的海景船足够的多 你才能够执法 对不对 你没实力 你说这片是你的 你有什么海景船 能够执法吗 你没有啊 你没有军舰 没有海景船 对你拿 你也就是动动那个小嘴 没有任何的一个用处啊 对不对 也有也就有了啊 最近啊 这个国际的媒体报道称啊 这个中国大陆啊 要要让那个052D啊 这个去啊 做海景船 真的是有点败家 你怎么真的是有点败家 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中国啊 中国的海域太多 中国的海域啊 太大 南海那么大地儿 你没点052D 对不对 你不好去执法 所以说呢 出现这种新闻 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中美博弈的一个大环境嘛 这个台湾海峡 中国内海嘛 这个执法权要拿回来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 慢慢慢慢 你就习惯了 尤其是对于民进党而言 慢慢就习惯 这是从非常正常的角度上来跟大家来聊 但是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 咱们看一看 为什么 对不对 要啊 要抓这个台湾的这个渔船 咱们先从啊 这个台湾的视角来说啊 台湾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刚才跟大家读了 其实也算是间接的告诉大家了呢 那个原因 为什么抓呢 其实简单来说 违法乱纪 从哪看出来的是违法乱纪啊 从啊 这个澎湖的那个什么 这个渔汇总干事啊 这个蔡月娇 阿娇 阿娇 告诉大家的这个原因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阿娇 告诉大家说 这个澎湖的这个渔船呢 在金门海域啊 是抓小管 啊 捕捞小管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这犯了事了 首先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一个澎湖的一个渔汇的一个总干事 你怎么知道一艘渔船 他出去到底是干嘛了呢 抓小管 对不对 抓小管 还抓大管 但是啊 总而言之 小管是一种海线啊 然后的话啊 总而言之吧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为什么信誓旦旦的 一定得坚持的 啊 称啊 这个渔船 就是抓小管呢 因为抓小管不犯法 干什么犯法 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啊 干什么犯法 其实也挺简单 对不对 现在呢 对于大陆而言 在台湾海峡呀 在渤海呀 在黄海呀 在南海一些水域啊 现在这个水域上面 在干一件事情啊 这个事情就是 夫妻的休于妻 对不对 休于了 不许捕捞了 对不对 你要捕捞的话 你 你违反我的规定了 对不对 我就得执法呀 真的是 真的是啊 这个大海 我们只有一个大海 人类啊 这个海洋是 人类宝贵的资源 这海洋里边的资源 那么多 有那么多的鱼 是没有错 但是你不给这个大海 休养生息 那未来 你就补不着鱼了 对不对 未来你看到的最后的一 最后的水 那就是你的眼泪呀 好悲惨 热爱我们大自然 对不对 然后热爱环保 对不对 热爱那些野生动物 对不对 能够随便的去捕捞吗 不能修养生息 你得注意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澎湖的这个阿娇 澎湖渔会的这个阿娇 为什么一定得坚称就是捕捞小馆 因为是不是啊 做了一些非法的手段 什么用一些大网 去捕捞啊 一些渔货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的啊 大陆的海景 一看你犯法了 我上船啊 一检查 一看你有网 你用啊 你用这种渔网 捕捞了大量的渔货 你就跟我走一趟吧 跟我走一趟 到大陆咱们来看一看 对不对 首先啊 这就是台湾媒体间接的 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一些啊 这个这个台湾的这个渔船 到底犯了什么样的事 但是我相信啊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么多 大家还会怀疑 对不对 怀疑什么呢 就是说啊 这个原因好像不对吧 对不对 这个行为 他不仅仅应啊 是那么单纯的行为吧 啊 不仅仅像你老五所说的啊 什么这个台湾海峡的执法权 对不对 不仅仅像你老五刚才说的啊 什么这个就是啊 这个违反了这个修渔期的一些政策 所以说把这个渔船抓回去了 没那么单纯吧 当然没那么单纯 对 咱们也得讲点不单纯的一些啊 一些原因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嘛 就是施压嘛 就是施压了 对不对 你民进党啊 最近啊 这段时间啊 干的这点破事 对不对 你想什么代价都不付 这哪是行啊 对不对 就是跟你施压 就像中国国防部刚才跟大家引述的 说的那些话一样 什么三面环台 四面环台 未来你就习惯了 对不对 你得学着慢慢习惯他 对不对 你老是觉得别扭 那难受的就是你 没有人会为了你改变 你自己 对不对 得学会享受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从军事的角度上是如此 从大陆的海警船的执法权的角度上来说 也是如此 就是施压 你不听话 未来还抓 而且抓你抓的什么呢 还抓的就是说有理有据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谁让你啊 在这个休于期期间 你伤害我们大自然 那你哪能伤害我们的大自然呢 你就是坏人 你就是人类的公敌 你知道吗 所以说抓你抓的有理有据 未来还会抓 未来还要抓 你奈我何 对不对 有本事给我顶啊 拿你的海警船出来呀 对不对 现在都可硬了 这个民进党啊 对不对 有事没事就弄着两艘啊 真的是哦 就是一百吨以下的那种 那种海警的那种小艇 跑到中国海警船面前 啊你走开 你走开 你离我远点 我真的是你哪来的这个自信呢 你就 就愣造这种新闻 这就是台湾现在干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啊 那你就继续啊 你就继续玩这个 你就继续顶 对不对 然后谁承押 谁知道 尤其是刚才跟大家讲的像什么 台湾的这个渔会 台湾的这些渔会啊 特别支持啊 这个民进党的政府 你就继续支持吧 看一看 那个民进党的政府 对能不能替你解决问题 台湾的这些渔民啊 违法乱纪啊 被这个大陆的海警抓了之后 你看一看那个民进党如何为你出头 你就等着被收拾吧 你就继续支持那个民进党 对不对 承担那个代价 自己为了啊自己做出的事情 要付出那个代价 那是一个理所应张的一个状态 成年人了嘛 学会有担当啊 不要老赖别人 看一看自己干的那点破事 对不对 遭报应 别怪别人 这就是啊 接下来大陆要对啊 台湾岛进行施压的一种状态 那讲到这儿的时候 今天要跟大家讲点预测的内容了 对不对 来老五给大家啊 这个能掐会算一下啊 咱们掐一下 对不对 什么叫慈威的斗数啊 对不对 什么阴阳的八卦呀 咱们都得来一下 算什么呢 算台湾岛啊 未来的一个反应 然后的话啊 十有八九 很有可能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 然后得对着大陆说硬话 对不对 哎你不能这样做啊 你伤害了两岸的感情 对不对 这个台湾的这个渔民生活不易呀 对不对 你这这我们辛辛苦苦打点鱼 你你赶紧把我们的人放回来吧 我们这个台湾的家人都在等待 然后呢 我也相信啊 有些特别可爱的一些台湾的网友会说什么呢 哎呀 没准啊 这个国民党内部也会说这种话呀 就是说 你这种行为就是给这个赖清德啊 这个促选 对不对 这个赖清德啊 就希望两岸的仇恨 你这样去做啊 你赖清德 那就得了台湾的民心了啊 两岸就得对立啊 哎呀 我们国民党真的时候 真的是为了和平操碎了那个心 对不对 救我们国民党最好 救我们国民党最棒 民进党赖清德啊 这天天的跟大陆叫板 那遭报应了吧 你天天跟大陆顶 大陆对你施压了吧 哎 你赖清德真的是令人失望 对不对 大陆呢 你令人发指 对不对 大陆呢 你你别抓 你别抓 你这样 你就帮助台独了 台独的势力不就做大做强了吗 哎呀 我们国民党最好 对不对 大家等着看啊 大家等着看 明天的新闻 也许啊 国民党就会有啊 这种声音出来 但是如何看待国民党的这种声音呢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心态啊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证实这个事实 就特别的违心 其实啊 我也想啊 借着这个新闻 然后啊 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 就是台湾的特别可爱的一些人 特别可爱的一些政党 就他的那种表现 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这种政党 就是这个群体 他的未来能有好结果 这这没天理 你知道吗 真的是会遭报应的 他们有好结果 真的好人全遭报应得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最近台湾发生了很多一些 有意思的一些新闻 包含马英九的新闻 也特别的有意思 其实说这些新闻里边 大家都可以多多少看到什么的 看到违心论的一些影子 这就整个台湾岛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啊 马英九说实话呀 很多东西对马英九不满意 对不对 什么不同不独不武啊 马英九不满意 但是啊 然后的话 其实啊 大家真的可以观察 马英九这个人 在台湾岛上很复杂 什么叫复杂呢 就对于他的各种各样的争议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多 然后的话 大家可能啊 会对于啊 马英九的这个不同不独不武啊 这个有意见 可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想要骂这个马英九 说这个不同不独不武的人 最多的是谁 其实是台湾岛啊 某些啊 自称什么统派 这些人特别爱抨击马英九 可是呢 马英九啊 当年确实干了这点坏事 就是啊 不同不都不武 可是呢 大家观察来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台湾岛的一个时代 大家先不要讲过去怎么样啊 过去怎么样 其实没有多大的一个所谓 对不对 只要你啊 能够走对路啊 你未来都是无罪的 这话 这话啊 引字啊 关于啊 这个城治啊 台独分子的那个意见出台之后 国台办所讲的嘛 对不对 只要你回头是岸了 只要你放弃台独 做有利于两岸的事情 那未来 对不对 你可能啊 对你的这个刑罚会大幅的降低啊 最大的可能 还有那个无罪哦 对不对 哪怕之前是台独 只要走对了路 未来都有可能无罪 所以说呢 马英九之前的事情啊 先放去一边 现在的马英九 大家看一看 刚才跟大家讲了 马英九在台湾岛 那个那个符号特别的多 对于他的争议多 对不对 然后呢 带捅的会骂马英九 不捅不都不武 可是呢 国民党内部骂 也骂马英九 骂马英九什么呢 骂马英九啊 这个这个不沾锅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不爱负责任 软弱 这都是啊 国民党内部啊 给马英九扣的那些帽子 还有啊 这个台湾岛的绿营 骂马英九 那就是中国人 对不对 那就通了贡 染了红了 那就个大块蛋 总而言之 马英九这个神 身上有很多的一个符号 但是啊 咱们就说啊 这个 这个国民党啊 这个国民党内部啊 给这个马英九扣的这些符号 不沾锅 软弱 不沾锅是什么的 就没 不承担责任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什么东西啊 放在这个锅里边 什么都不沾 对不对 总而言 片叶不沾身 滑头啊 滑头软弱 这就是马英九 咱们就说这个滑头软弱 对不对 对不对呢 咱们看啊 现在的台湾岛 这个内部的一些 这个政客们 真正能讲硬话的 马英九算一个 尤其是蓝营的 蓝营内部没人敢讲 这敢讲硬话 讲出来的话 全是怪怪的 对不对 什么啊 反共啊 这种话人家都能说 朱里伦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 只有马英九 有事没事 就来一个什么 这个开战即中战 对不对 有事没事 就是啊 我是啊 这个中华民族 我就是炎黄的子孙 对不对 我来大陆来看一看啊 这个湘潭的啊 这个阿子啊 就回来了 对不对 湘潭的牙子啊 就回来了 总而言之 马英九 曾经啊 被这个国民党内部 称之为软弱 不粘锅的人 反而成为了 现在国民党内部 说硬话 干硬事最多的一个人 大家看 是不是这样 你要个国民党内部 还有谁敢做马英九 一样的事 找不出来 软弱呢 不粘锅呢 那为什么 国民党内部这些人 要这样来骂马英九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慢慢观察 哪不着利益 当然骂了 对不对 尤其是大家可以观察 到底是哪些人在骂 这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点啊 具体就不跟大家来聊了 咱们就说一说 马英九最近啊 在台湾岛内部引发的争议啊 这个关于啊 这个陆维会啊 陆维会啊 这有事没事啊 牵扯马英九 特别有意思啊 陆维会说马英九是啊 这个华独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独台 对不对 台独与独台啊 马英九是独台 华独 然后为什么是华独呢 因为马英九啊 主张啊 这个什么呢 主张是这个中华民国 只要你主张中华民国了 就是华独 其实我最近跟大家聊啊 关于啊 这个中国历史啊 对于政权的几个分类啊 对 割据政权 割据政权也有可能像啊 这个明正那样嘛 郑成功那个政权 大清朝也不会说 郑成功啊 有多不好 对不对 然后呢 割据政权 没准也有好结果 但是啊 你是一个叛乱政权 你到最后有可能 有很大的可能性 要倒大煤 对不对 马英九所主张的 中华民国 之前跟大家讲过 是什么 武装割据的小朝廷 南明 对不对 南明 或者说明正 就像郑成功一样 我奉啊 南明的皇帝啊 为我的啊 这个 这个正统啊 我接受啊 这个南明啊 这个皇帝 我不接受的是谁 大清朝 所以说呢 对不对 这个明正 郑成功 他其实 他没有 没有行叛乱之事 对不对 在中国历史当中 你也就是个割据政权 你没有什么啊 自立为王 自己称帝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就啊 算不上叛乱 所以说马英九所主张的 这个中华民国 一中宪法 只要他说一中 对不对 他忠于的还是那个一中 他最多也就是武装割据 所以说你也说不着他什么华独 但是啊 民进党呢 就喜欢啊 这么折腾马英九 没有多大这个问题 马英九 人家也 也回嘴啊 说什么呢 你啊 你取消这个 这个 这个陆委会吧 你民进党 这个赖庆德 取消这个陆委会吧 要陆委会干嘛呀 对不对 你不是台独吗 你留着陆委会干嘛 你是统派吗 对不对 大陆委员会 那不就是啊 这样的一个组织吗 跟大家多讲一句啊 马英九这样回嘴啊 不奇怪也不新鲜 早就有 对不对 尤其是大家会有 如果熟悉台湾的话 大家想一想当年的李敖 还有当年的这个民进党的蔡同荣 曾经发生的一系列的一些争议啊 跟这个陆委会的这些名称啊 都有关联 其实早就看清楚了 就是民进党玩的是假的 李敖骂这个民进党 对玩假的 那是最早的一个 为什么呢 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啊 当年的一些故事啊 这个蔡同荣 在民进党内有一个外号 叫蔡公投 就是要举行那种啊 这个独立公投的 这样的一个民进党内的 这个政治人物 现在人已经死了啊 然后呢 这个蔡公投呢 来回的主张啊 要公投要公投 结果呢 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立法院里边 这个国民党呢 要一直就反对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公投就一直啊 弄不出来 这个李敖呢 就在啊 那个时候就不干了啊 不干什么呢 就是你就让他投 你看民进党敢吗 这帮人是骗子 对不对 然后呢啊 那国民党别投反对票了 就投同意票啊 蔡同荣 这回又来了 要搞这个公投 那国民党就投同意票 结果呢 这个案子成功了 案子要成功了 就在成功前的最后一秒 民进党民进党自己内部啊 下了一个决议 蔡同荣 你把这个公投给我撤回去 对不对 不不不表决 不表决了 那这个表决成功了 那就得在台湾岛要搞公投了 那要出大问题 所以说民进党当年 就干过这种骗人的事 那个时候讨论两岸的问题 非常的一个多呀 包含啊 这个陆委会 民进党早就讨论过 要取消陆委会 可是呢 一直没敢取消 所以说呢 这个马英九骂这个民进党 对不对 取消这个陆委会啊 取消陆委会啊 在台湾岛一直以来都有传承 没什么可奇怪 也没什么可啊 可那个什么的 可神奇的啊 然后呢 不过呢 这个新闻 更加有意思的是谁呢 马英九原来的小谜弟啊 然后来评价马英九 评价马英九什么呢 评价马英九啊 这个这个不对不好 这个马英九的小谜弟是谁 大家都很熟悉啊 名叫黄维翰 黄维翰 然后黄维翰啊 这个发了一个文章啊 他称啊 这个在台湾除了宪法 还有现实 因为马英九老强调宪法嘛 一中宪法 一中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结果呢 这个黄维翰就反对 这个马英九嘛 这个除了宪法 还有现实啊 民调显示啊 六成以上的民众 支持中华民国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如果台湾民意 真的不认为两岸同属一国啊 这个两岸就是啊 两国 国民党一再坚持啊 与民意相左的论述 结果很可能就是选举失败 哎呀 这一段话啊 很多同学啊 看到了可能会啊 这个哎呀 这个台湾要完了 这六成人啊 这两国论了 出大问题了 不过呢 我要跟他讲啊 就是说啊 这就是台湾 就特别的违心啊 咱们从这些新闻就可以看到特别的违心 没有任何的一个能力 玩文字游戏第一名 这小心机啊 算的特别的厉害 之前跟大家讲过什么 后黑学呀 对不对 生活小妙招啊 啊 这个大陆的很多的同学啊 可能会很熟悉啊 另外一种话 那叫套路 对不对 自古套路得人心 对不对 套路是什么呢 就是后黑学嘛 就一些小方法 达到一些不可见人的目的啊 对不对 你作为个人的话 你可以玩一玩 占点小便宜 如果说你为了一个大目标 你玩小套路 你玩后黑 倒霉的会是你自己 慢慢去想 为什么 很简单 那个道理 对不对 走正道 为什么要求要走正道 你走歪路 坑的坑的最后就是自己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为什么跟大家讲啊 黄伟汉讲的这个话叫走歪路啊 也能够让大家看的就是台湾岛的那个违心的那种状态 违心 你不去解决问题 未来真的是会倒大煤 你以为你在玩小聪明 到最后坑死的就是自己 为什么这样讲 咱们看黄伟汉这句话 尤其是讲到这个民调啊 什么这个两岸啊 这个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 是六成以上的民众支持 首先啊 这个讲民调 它是事实吗 对不对 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大陆的很多的年轻人啊 希望要去台湾岛抓走那个检狱山 对不对 早些年是抓走那个林志玲 活捉林志玲 对 你在大陆搞民调 九成人要抓这个检狱山 九成人要抓林志玲 对不对 这就是事实吗 这就是现实吗 黄伟汉这些人 你看起来跟个人一样啊 台湾的媒体人 说的话怎么跟那个 跟真的是啊 跟招了啊 这中了邪一样 就说不出来人话了 对不对 这是现实啊 他们经常把 就是啊 大家心里边那个想法 那个愿望 当成现实 对不对 把梦想当现实 那有病的是你啊 对不对 然后啊 台湾人认为啊 这个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互不隶属了 六成人不认为 啊 六成人认为是这样 那九成人认为 对不对 这个要把这个碱玉酸啊 抓到大陆 要把林志玲抓到大陆 九成人认为 九成九的人认为 那就是现实了 开玩笑吗 可是台湾那边 从政客到正棍 到所谓的媒体人 都把这个东西当成真的 真以为自己啊 耍点小手段啊 自己的想法有多聪明 到最后就能够实现 玩点文字的游戏 就可以 真的是到最后 坑死自己啊 那咱们讲回 这个文字游戏 关于啊 这个赖清德所说的 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就是文字游戏 因为这个论书里边 还有一部分的内容 是什么呢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都没有管理过啊 这个台湾岛 任何一天 但是台湾岛的主权 归属于中国 民进党赖清德 从来都没有否认过 对不对 一直在逃避的是什么呢 逃避的是中国 这两个字 他一直强调的是 中华民国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这种政权的名字 可是呢 他一直不敢直视 台湾的主权 归属中国这个问题 他使用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有管理过台湾一天 来完整他这个论述 这叫什么 这叫文字游戏啊 对不对 你打官司 你当个律师 你耍点小聪明 没有多大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你真的是走法里 你走不出去啊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把这个走 把这个走不出去的 一个论述啊 端出来好像是事实 是现实一样 就拿着自己脑子里边 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啊 内容 用文字游戏 堆积起来的一些内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来自己骗自己 然后的话 自欺欺人 到最后能成功吗 其实这个民调啊 黄伟瀚引述这个民调 大家可以看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民调 跟他所说这个民调 结果完全对不起来 什么民调啊 就是啊 非常正常的 非常直白又直接的 不不是那么玩啊 文字游戏的一个民调 什么民调 那就是你认为啊 台独是未来 还是中国是未来 在台湾岛一直以来 都有这种民意调查 这个包含国际的媒体 在台湾岛也搞这种啊 民意调查 认为台独是台湾的未来 对不对 我只是台湾人 我就要认为台湾就是个国家 在台湾岛没超过20% 大家去看 对有些同学不认为 我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 是不是有了曼德拉效应啊 对不对 你自己去查 我刚才讲的这些民调 对不对 比如说啊 给你找点关键字啊 就是台湾岛 台湾人认为自己 是什么人的民调 对不对 去查一查 最新的今年2024年的也有 对不对 然后呢 两成 两成的台湾人 认为啊 自己就是台湾人 30%的台湾人 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 又是中国人 这就是啊 民调显示出来的结果呀 对不对 然后想要当那个纯台湾人 你得走台独嘛 对不对 如果你再去问台湾人 台独是不是啊 这个台湾唯一的出路 绝对超不过15% 自己去查 对不对 这个民调呢 他躲过了什么呢 躲过了台独两个字 躲过了所有台独意味的一些东西 跟你讲了一下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也就是要落实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都没有管理过台湾一天 对不对 那这个民调扔出去 文字游戏 对不对 大家啊 一般的老百姓哪懂什么法理啊 哪懂什么主权的归属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管过啊 这个中华民国 没管过台湾 对不对 没有登陆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察 也没有在台湾岛上执法呀 那行啊 没问题啊 今天的新闻 这个大陆的海警 就抓你台湾的渔船 你违法犯罪了 有没有 有没有管理过台湾一天 但是总而言之吧 就玩这种文字游戏 自欺欺人 那台湾未来那个结果 那就一目了然了吗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两个字 马桶 台湾未来 麻木的统一 对不对 大陆的海警 抓台湾的这个渔船了 我抗议 我抗议 我不舒服 对我们就不互不利数 互不利数 哎 寒爽了 寒爽之后 那个事忘了 对不对 再抓你一个渔船 啊 我这 这这你太坏了 太坏了 我们就不互不利数 就互不利数 你管毛用啊 这你还你内心的焦虑是吗 阿姨说出来 啊我这个民意调查的 文字游戏 对对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利数 对不对 六成人认为 爱谁认为 谁认为 那这一定得知道 台湾岛内部的这个舆论 特别的有意思 没有有出息的 全没出息 跟大家举点例子啊 就关于啊 台湾岛内部的那种 违心的那种现象啊 比如说来迎的一些 名嘴正棍们 曾经讲啊 什么呢 就台湾人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台湾人的想法 应该是怎样 你大陆应该要顾及 台湾人的想法 很多的台湾 特别可爱的网友 全也全是这套论述 对不对 你得了解台湾人 你得知道台湾人怎么想 台湾人怎么想 跟我无关 一直以来都无关 对对 包含台湾的一些正棍 一些名嘴啊 出来一说就什么呢 啊 现在大陆那边 官方根本就不 不管台湾这边怎么想 他们已经不管了 呵呵 我跟各位讲啊 就是说 一直以来 大陆根本就不关心 台湾人怎么想 对不对 然后呢 谁再告诉大家 大陆关心台湾人怎么想 是台湾呢 台湾一说就是啊 民调啊 我这个民调啊 台湾人认为自己又怎样了 自己是什么什么人啊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台湾那边 一直在讲的 大陆这边根本就不关心 一直以来都不关心 弄台独 收拾台独 当然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台湾人怎么想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跟大陆无关 对不对 大陆内部也有想当什么美国人 想当什么日本人的 能拉出来枪壁是怎么着啊 啊 你想要当日本人 我打你三十发子弹 打你一个弹箭 这行吗 这不行啊 管不着啊 你管不着别人怎么想啊 他愿意想当哪国人 想当哪国人 对于台湾人 也是如此 对不对 只有台湾的那帮政客 名嘴正棍们 天天的强调啊 台湾人啊 是怎么想的 台湾人怎么想啊 拿着这些话 来忽悠这个忽悠那个 骗这个骗那个啊 大陆政府现在不关心了 一直都没关心过 你少给我玩那种话术啊 对一直都没怎么没关心过 然后讲这个话 好像啊 台湾人的想法 能够决定未来一样 决定不了 为什么呢 事实就是事实 对不对 什么是事实 台湾的主权归属于中国 有本事你把这句话给我先了 你拿什么先 对不对 然后呢 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 2758号决议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想把联合国给端了 什么 联合国啊 这个组织不在了 啊 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 有可能会作废 你有本事你台湾 把联合国弄了 对不对啊 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就是事实 可是台湾的这帮政客 政棍名嘴们 想靠着啊 那种违心论 把事实给推翻 做你的春秋大梦 然后无论是大陆 还是谁 都会反复的提醒台湾 各方的势力 事实就是事实 我收回我执法权的时候 就是收回执法权 你是没有办法反抗的 你靠着啊 自己的那个违心的那种想法 啊 台湾人是怎么想怎么想 来实现你内心的 那个小九九 来实现你的那个台独 实现你那个独台的愿望 做你的春秋大梦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大陆这边会反复的提醒 就像啊 今天这个突发的新闻一样 抓一抓台湾的渔船 告诉你 谁是啊 大小王 你你未来要学会分清楚大小王 不要老是拿着什么啊 台湾人这想法 台湾人那想法来讲 台湾人想当哪国人 是他自己的选择 跟我大陆无关 少拿这些来讲 也别弄了一些大陆的网友 一说就是啊 台湾人不想当中国人 他想不想当中国人 哎你什么事啊 大陆也有一大队 不想要当中国人 你要枪毙他是怎么着啊 别扯这个 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那帮政客 正棍名嘴 就想拿台湾人当炮灰 当肉炖 明白吗 对不对 所有的责任都拽给台湾人 台湾人不想这 台湾人不想那个 你得说服台湾人 老跟你玩这一套 台湾人就适时的成为了那个炮灰呀 大家明白吗 就跟最近啊 那个承治啊 台独分子的意见啊 这个一出 这个赖清德讲的话呢 太直白了 对不对 一句话就是啊 这是台湾人民的责任 大陆这边承治台独分子 民进党的赖清德 为什么说是台湾人民的责任呢 台湾人又成为了什么 肉盾嘛 所以说呢 对不对 没有用 你跟大陆玩这一套 没有用大陆只要推进自己该推进的事情 对不对 落实自己该落实的事情 然后的话 慢慢的让你什么四面围台 三面围台 慢慢的收回自己的这个执法权 慢慢的压缩你的空间 对不对 未来你的结果就是马桶 对不对 啊大陆来了 没看见 大陆的导弹过台湾上空了 没看见 大陆的这个军舰啊 来到了几海里 没看见 大陆的海警来了 没看见 对不对 哈哈哈哈 你不敢打 慢慢慢慢台湾的未来 对不对 慢慢的被压缩 慢慢的被压缩 慢慢的领海没有 慢慢的领空没有 慢慢的给你来个登陆 没看见 对不对 麻木的统一了吗 对不对 你维心啊 维心玩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把自己给坑了 啊 你维心吧 那我还会慢慢的提醒你 这个世界最真实 那个真相是什么 对不对 实力啊 法理啊 这全是真相 要实力 你没实力 要法理 你没法理 折腾呗 提醒你 对不对 我管理着台湾海峡 抓啊 渔民 不仅大陆的海警会提醒啊 马英九也会提醒啊 也是马英九最近的这个讲话呀 说台湾不是以色列 两岸的战争 美国不会全力啊 挺台湾 哈哈 对不对 美国凭什么保台湾呢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啊 对不对 以色列美国人派兵了吗 啊 他会保安会啊 为台湾派兵 你你哪位呀 清醒一点 这就是马英九现在讲的话 对 反复提醒你这个世界的现实是什么 反复提醒你这个世界最真实 那个真相是什么 你能醒 对你自己来说是好事 你醒不过来啊 永远玩那套微信的 马桶就是你的未来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自己骗自己 你说你能做成什么事啊 就活在那个梦中 对不对 你活在梦里边 梦里边是什么都有 但是他不解决问题啊 对不对 人是要活在现实当中的 对不对 尊者啊 尊者能把你带到那个什么 这个纯净世界 对不对 然后呢 新的世界 对不对 把你弄成什么新的你 造新的人啊 真的是这样吗 尊者要的是你的身外之物 你就继续活在梦里边吧 要不要活在梦里边呢 自己去选弄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大家